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麼帶我來醫院? 你怎麼搞的? 四年前, 我在這裡住了半年 那時候沒想過能夠出去 想不到今天會帶你來 你發生什麼事?別嚇我 我帶你見一個人 Gordon, 據醫療報告 你的腦袋已經達到第四 在其他言之下, 癌症很激烈 它已經發生到其他部位的腦袋 這個情況並不驚訝 我推薦你進行磁療療 實際上, 很多我的患者 經過磁療療療 已經延長了三年 Gordon, 如果沒有, 多久能夠生存嗎? 不太久, 我害怕 只是幾個月 所以, 請考慮一下 你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 兩個星期前 一直沒有你的消息 你就飛去這條檢查?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有打電話給你 但你不要聽我的電話 對不起, 我不知道 醫生跟我說, 復發的時候 我已經打定輸數了 在那一刻, 我腦袋就是想起你 所以我立刻飛回來香港 帶來你的一道 不如考慮一下多得鐘說 接受花蓮 如果博贏了, 我豈不是多了三年時間? 如果我倒輸了呢? 我四年前度過一次 但是, 那種痛我還記得嗎? 就像一把刀一樣 在你的心裡一下一下劏下去 結果呢, 就換來四年的時間 但這次就不同了 我不想花些無謂的時間 在醫院接受花鳥 我只想用我的時間 好好地跟他在一起 我小時候經常回到聖家 我媽媽也很感恩上天的眷顧 從小到大都無受無憂 到現在, 人生的最後階段 還送了一份這麼好的禮物給我 就是你 Race, 你現在知道我有病 還會不會和我一起嗎? 如果你不想的話, 我不會勉強你的 我明白的 但是就當我自私 跟你在一起 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由你第一天牽著手開始 這次, 我就沒有想過放開 謝謝你 我可否答應我一件事 我有病, 別跟別人說 尤其是家人 我只想我如下的日子 平平靜靜地過 我 阿輝 好 最愛的你, 每當我徬徨無助的時候 我慶幸我身邊的人是你 是你令我感受到被愛的幸福 由今天起, 我會珍惜餘下的一分一秒 我會好好愛你 能夠擁抱你的時候, 抱你入懷 能夠牽手的時候, 絕對不會放手 每天替你看日出, 黃昏替你看日落 晚上替你曬月光 陪你笑, 陪你哭 直到我人生的終結 我愛你, 我愛你 飛了這麼久, 累不累? 翁小姐, 後半有狗仔對身 不用撇塌了嗎? 任由他們跟進 好 這次我們回來香港, 有很多事要面對 有隻剛剛開始 幫我按下翁小姐那邊, 幫你槍吧 好 你是不是在學堂上還沒曬夠? 帶好週末留在室內探冷氣吧 是要叫大家出去曬太陽 我在學堂, 日操夜操, 難得放兩天 你替我出來吸收一下自由的空氣吧 有什麼不開心? 曬太陽什麼都溶化了 那倒是, 曬太陽會好一點 對了, 最近都沒聽你提起家誠 你沒時間陪他, 他會不會喝醋? 我有叫他來燒烤的 不過他最近跟我說什麼? 考試要溫習 難得他這麼聽我, 那我當然不妨礙他 誰是嘉誠?不告訴你, 難怪 寶寶, 以後不是什麼大時大節 你毫無故買錶的, 幹什麼? 是朝野, 最流行的情侶錶 我流行很久才流行的 很流行嗎?很流行嗎? 好 是嗎? 不是吧? 不是吧? 幹什麼? 沒事 沒事就有事了 摘喬戀開花結果, 歐遊成婚兼蜜圓 看他的樣子, 應該不知道他的衣花 他又少了這麼開心, 幹什麼? 黑人真討厭 歐洲那些人這麼混亂, 比喊不去 是吧 我沒事了, 我去拿蜜堂 蜜堂 我知道蜜堂在哪裡? 你沒事吧? 想不到他回來也不打電話給我 看看他怎麼向我解釋吧 二少爺 在車上有行李, 待會幫我上房 好 哥 回來了? 幸好Gordon你早就打電話回來 不然我就出去做運動 那就見不到我的弟父了 以後大家都一家人, 心見外 你們可以叫我老婆做Grace 不行, 我們也懂得分尊卑 嫂子無論年齡和輩子都這麼高 胡亂叫, 怎麼好意思? 弟妹 怎麼叫都只是一句 你也對 現在想做一家人, 真的很容易 想不到英國跟拉斯維加斯一樣 手足簡單, 適合這些線婚人 她有點累, 我想回房間 別走 走 之前你不是打過電話回來 叫我幫你裝修那間房間嗎? 剛好設計師不是在香港 要兩個月後才回來 我想也要搞成幾個月 我覺得你們的新房間 一定要搞得合心想為止 Grace, 你不介意 遲些事搬過來吧? 不介意, 裝修的東西 怎麼急不急不來? Gordon, 你顧著, 你先回房間休息吧 我自己可以走了 各位, 我先走了 不用了, 我送你了 不要了, 我私人在外面 他送我就可以了 好, 那你自己小心點 老婆, 住在那裡 你現在有什麼態度? 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歡那個女人 你還要瞞著我跟她結婚嗎? 如果我想瞞著你 我不會跟你說我們結婚了 你現在是不是還要氣我? 你明明知道能進來我們劏街的 都覺得有頭有面子 阿邦的爹爹是太平紳士 Hallie就算是多任性都好 她認識過一個男朋友都是高級級的 不像那個女人, 她是屋主妹出身的 她年紀還要比我大 她快要做得漂亮的媽媽了 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 我找人查過她 她二十八年前認識 是因為要嫁去文學做人家質疑 她有今天這麼富貴 爹爹跟人家睡回來 Gordon, 你聽我說的 你不了解她 她沒資格當我們劏家的人 你說夠了沒有? Gordon, 我這次回來不是想和你吵架 我尊重你我姐姐 所以早就跟你說我們結婚 讓你有時間消化一下 你開口、埋口說自己未滿望族 但剛才對Grace冷言不冷言 你一點基本禮貌都沒有 就算Grace才是做個兒子, 又怎麼樣? 誰是沒有過去的, 最重要是我不介意 但你呢?你有沒有人查得這麼低樁? 你… 我預約你不會接受我和Grace Grace, 婚禮已經結婚了 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到死那刻Grace也是我老婆 你是不是為了這個女人 和姐姐和家裡所有的人翻臉? 你把股票給債券斬 你是不是拿著半女子不再回來? 你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東西上來? 剛好經過九龍城 老婆說買點酥飾點心來探望你 我最喜歡吃的蝴蝶酥 嘉誠, 你的中文還沒溫完 拿了兩塊回來做溫酥 拿兩塊? 陳家奶奶, 原來你一個人擔起唐街 真是難怪你 我是男人, 這次也看不過眼 我是封樓, 但我不下樓 陳家老爺這次真的不值得 令陳家奶奶你人財養失 我現在只想拿回那層樓 大家閉門一家餐, 一定有辦法 對, 趁家奶奶, 不如下樓下茶餐 吃個菠蘿油慢慢聊 是… 陳家老爺, 我也要謝謝你 我請你吃蝶 嘉誠, 你不是說要吃炸雞腿嗎? 我和你去吧 好啊, 你出什麼去?你還沒溫完? 我已經說溫完了 溫完 回來再溫吧 老婆…給小事帶我, 聽我解釋好嗎? 一分鐘 好, 那個女人騙我, 說她是大婆 叫我拆散她老公和外面的女人 等我收禮箭後, 她才告訴我 那個男人的名字和八字 我才知道那個男人就是外父 我發誓, 我真的什麼都沒做過 一分鐘 你什麼都沒做過 你為什麼給風利是感謝你? 我真的沒做過 整件事是剛好你碰到才穿煲 相反, 那個女人上來之後 我早知道外父這次大件事 我特意替她擺了一陣子 讓外父外母帶團圓結局和好如粗 當然我也順便擺了一個和合 讓我老婆可以回心轉意, 回到家裡 和我這個無辜的老公帶團圓結局 老婆, 你在念念念什麼? 我沒理想得這麼小器 我看媽媽和爸爸搞成這樣 我想在這裡多住兩天 真的嗎? 那就是我老婆不生氣了 證明我擺的陣很有效 話說回來 你之前是否替翁子喬擺了桃花陣? 沒有, 為何不替翁子喬擺了桃花陣? 你真的不知道嗎? 他和湯秀成結婚了, 新鮮賣賣了 是嗎? 是嗎? 一說吵吵吵吵吵就到了 翁小姐 何師傅, 我有些急事想找你幫忙 翁小姐找到這麼急, 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結婚的事, 你應該知道 Gordon出了事, 我想你幫他 但是你要答應我, 一定要保密 你放心, 我扮成封堂 至於為人消災解難 私隱的事, 我絕對不會透露半腳 他有了癌症, 是末期 但是, 醫生我只剩下幾個月的命 何師傅, 你有什麼方法救他? 又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跟他續命? 怎麼續命?抹期癌症 你以為感冒發燒嗎? 方法不是沒有的 不過, 續命始終有為天意 正所謂生有事, 死有事 要做起上來, 絕對不容易 我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幫他 無論花多少錢, 我們要救分哥 老實說, 翁小姐 其實續命也有損司法的人 不過如果翁小姐的堅持會這樣做 五百萬 五百萬不是問題 不是, 我馬上開出給你 那這個方法到底是怎樣的? 要是為病人脫離病苦 遺報燃獸七星燈 其時, 為燃獸者祈福的人 就是翁小姐來 要七日七夜授辭 八分齋戒, 重經四十九次 還要保證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 燃獸七星燈, 光明不絕 這樣才可以過得危壓之難 不惠諸華惡鬼所賜 照這樣說 只要我幫哥等點燃獸七星燈 就可以幫他續命 不過在點燃獸七星燈之前 我知道湯先生的時辰八字 哥等有宗教信仰 不信封上命理 但是, 如果我直接問他 他一定不會給我 也不會讓我這樣做 如果我沒有湯先生的時辰八字 那就點不成燃獸七星燈了 至於怎樣可以拿到的時辰八字 就要看翁小姐來 如果我拿不到的時辰八字 那還有什麼方法? 何醫師, 你好 關於李先生的病 在中醫的角度 顧本陪軟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吧, 我發一張餐單給你 從飲食和生活作習慣 開始幫李先生調理一下吧 雖然我先生不肯自受化療 但我想自然療法 他也應該可以接受到的 只要我可以幫到他 我什麼都肯做的 那好吧, 謝謝你 Gordon Grace, 我正在你家裡 好, 待會兒見, 再見 忘了帶阿奇 怎麼說 還是找到機會叫他出去談好一點 好, 再見 汪先生, 拿走你的房間 Grace, 我替我姐姐替你搞聲道歉 不用了 我們也預料要面對她們是這樣的 她一天是這樣的態度 我都不會回家 冤時間, 乾脆收留我了 你瘋了 其實我真的什麼都不想想 我只想好好地跟她在一起 我有幾個地方想你陪我去 你去哪兒? 我想去北極看北極光 我想去澳洲看粉紅湖 我想去曼茨斯特看徐波 你說去哪裡才好? 那就是要走壞難不半球? 難道被我媽猜中了? 猜中了什麼? 我媽很迷信的 她說我出生是早上十一點 是逆馬聲動 注定成世人, 四處走, 無時停 那你呢?你什麼時候出生? 我記得我媽媽好像跟我說是… 晚上九點鐘, 還剛看到月光 所以她的名字有個情字 希望我好像月光那樣呈鳴 那是8月7號, 晚上九點出生的? 那是誰? 那個爺妹呢? 連一個電話也不能打電, 她以前不是這樣 連我也不能通知 難道真的去了一個男人之後 可以什麼都不用理會嗎? 你殺了我 阿郭 我想問你媽媽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 經常這麼長, 你是第一個 別想太多了 對了, 我後來才回到學堂 你聽說沒什麼想做, 我陪你 那你陪我吃早餐吧 吃早餐這麼特別? 好, 那我看來接你 為什麼要特地來這裡吃早餐? 蛋糕到處都吃到了 這個環境好嘛 你在看什麼? 我在找洗手間, 我可以去洗手間 謝謝 難道阿奇特地來碰她? 你叫了東西吃才在我洗手間 這個媽媽真是離譜 翁小姐 中山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阿奇要山腸水 願意吃早餐, 原來就是為了你 阿奇來了這裡? 你還記得阿奇嗎? 我以為你心裡只剩下那個男人 為什麼阿奇生日那天 你一聲都不出就走了? 你有沒有理過她感受?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事? 我怎麼知道不重要 我只要告訴你 你不要去阿奇的生日會, 她很傷心 你出而反而, 答應過她的事 什麼都沒有做 我走之前有訊息她的 而且我們之間的事好像不關你的事 那為什麼你回來也不找她? 對了, 為什麼回來不打給我? 我打算打給你, 但最近有些事 忙著要處理 忙著還有閒情日至來這裡吃早餐 那我打算遲點約你 還沒跟你解釋 現在我就站在你面前 有什麼你又直接跟我說 不用再約了 阿奇 有些說話不方便在這裡說 我遲點找個機會跟你解釋 怎麼這麼巧?一起吃早餐吧 阿奇約了朋友, 不要妨礙他們了 阿姨, 遲點再約你吃飯吧 你們吃得開心一點, 不妨礙你們了 再見, 阿姨 你們沒事吧? 阿奇好像這麼不開心 沒有, 可能她生氣我那天 沒有參加生日派對 所謂發小女兒脾氣而已 那天在我吃飯就沒事了 其實我是否很討厭呢? 為什麼她這樣對我? 我知道你現在真的很不開心 但最重要是學會怎麼放開你的心結 當你真正放下了 她解不解釋也不重要了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真的很脆弱 說沒有就沒有 想挽救也挽救不了 就像我和我的兒子和我孫子一樣 你說得對, 我不會再自從吵架 其實她認不認我也好 在我心裡 我知道還有一個很愛售的阿家仇 那就這樣吧 可以嗎? 可以 你怎麼也沒有看著人家 可以 那電話有什麼重要? 我的聲音有什麼重要? 沒有, 看完了? 那好吧, 我們走吧 走去哪裡? 她來了 我說特地叫你今天請假 是來到一碟油的 今晚我們就去吃自助餐 長聊, 看電影, 職位 對不起, 我昨晚太晚了 你忘了告訴你, 我今天請不到假 我最近很多個案子 剛才跟同事通訊息聯絡 我還要趕著回警局 怎麼搞的? 人家預備好心情嘛 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對不起, 除了這樣 我今晚早點下班回來 然後排隊去買芒果、糯米池給吃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 不要這樣 最多我遲些請你去旅行補帳好不好 好, 算你了 我不可以因為我們拍拖 而影響你的事業 那我就在家當你了 乖 好了, 我先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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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我吊著你吧 你是哪想到我這麼聰明 懂得用GPS找你在哪裡 你真古古怪怪的 一放工不是西港就在元朗 兩邊都不是你畫頭 就看你一腳踏多算 對, 在這兒, 在這兒 真的在跟緊一點, 現在完全跟著 小姐, 我們是開車的, 不是跟著 就這樣, 不用走 是這兒了, 讓我借在村屋藏 叫你知死 你一定在這兒 這次還找不到你? 你臭小子 喂, 瘋了 先吃幾個去 為甚麼她知道我在這裡? 我吃幾個去 GPS都壞了 早知道就要貴一點錶 搞定… 為甚麼跟著我過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你們介紹 這位是我太太翁子喬小姐 Jimmy 我跟大家介紹 這位是我太太翁子喬小姐 坐 我今天叫大家來 我們有兩件事要宣佈 第一, 由今天開始 我會無限期放假 董事局主席和董事總經理 將會由我姐姐湯澤民小姐出任 第二, 我會成立信託基金 去管理我是湯明的股份 而信託基金的管理人 將會由我太太出任 由於今天的會兒有點突然 牽涉到我們湯家的家事 麻煩大家先出去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處理 我雖然不理你 因什麼事要無限期放假 但你為什麼要成立什麼信託基金 被你的女人插著他來我們公司 你要跟他結婚 我可以一眼開, 不是 但湯明是祖業 是爹地新生苦苦手回來的 我絕對不允許任何外人插手 二哥, 我們一家人一向都一條心 為什麼這個女人出現之後 你被他迷得安溫燈燈的?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湯明早晚會擺在他的手 兩位不要誤會 我做一個基金管理人 是沒有任何利益的 我只是想幫Garden 而且我對湯明是沒有任何企圖的 爸爸把湯明交給我的時候 是負債累累的 姐姐, 你還記不記得 是誰替湯明改家 做到今時今日這樣? 什麼對湯明好 我給任何人都清楚 你的意思就是說 湯明交給這個女人打來 比我們好好的 你現在要我回答你的話 我說是 這個女人做事就好 我們湯明是搞實業, 搞地產 隨時是幾十億上落 不是拍過什麼戲 做過什麼女強領角色 所以就懂得做生意 你這個狐狸精 勾引員一個又一個 你有今時今日 有一家所謂的電影公司 憑什麼? 十幾? 你憑什麼你自己心意逃避 你說什麼? 媽媽, 沒事 你說什麼? 我說最後一次 我決定了的事 沒有人可以改變 二哥 二哥 你還有哪一邊都不舒服 不如我叫德特勾過來 不用了 我剛才激動了少許 有些頭暈而已 我頭口沒事的 其實我真的不想插手你公司的事 我知道你姐姐她們一定會反對 Grease, 我知道我難以你 但是這個是我最後的心願 我這樣做是為了我姐姐和我妹妹好 她倆不懂得做生意 但我姐夫不同, 她很有野心 萬一我死了 她一定會控制她倆姐妹吃肉湯明 我安排你去管理信託基金 是想你幫我抗亂我姐夫 這是為了保住湯明的辦法 好吧…別再說了, 我答應你 謝謝 你猜吧, 先休息一下 謝謝 這裡不用你看了, 我也知道風水好 進來一會兒, 整個都精神了 小見多怪 所有有錢人都有一間法織的風水屋 有什麼好奇呢? 好奇呢, 我們可以自出自入 現在翁小姐是湯家的女主人 她只顧給湯家的東西 她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翁小姐 為什麼有其他人呢? 她是我爸爸 點燃壽七星燈, 發事比較繁複 需要有人幫忙 不過你放心, 她會保密 翁小姐 這張行動是十零八字 謝謝 翁小姐, 吉士到了 好, 走 現受人湯責程, 載胎之時 三元養肉, 狗氣暴化 五星圍五臟, 北斗七星開其七竅 七星鋼童子以為其身 七星之氣結為一星 載人頭上, 去頂三尺 金為其即善致腹 救其身不死 來吧 翁小姐 煮燈一亮, 湯生就會延年益壽 延壽七星燈要延點七七四十九日 我會每天來逐香遊 確保這段時間煮燈不滅 延壽七星燈足命迅 才算是大功告成 剛才你那場法事做得很危險 我也是找人坊間那些 教人點延壽七星燈逐命的書來看 這裡抄那裡, 抄學回來的 那延壽七星燈能點過幾十天 到時不是很熊穿嗎? 那也沒辦法 那天我應該開價五百萬 打算空走翁子橋 誰知為了救他老公這樣也照顧 你還說, 他投這麼大塊錢來給我 我用的辦法不要才行 總之現在見報下報, 順其自然 現在他的驚訝就跟我一樣 國安天命 那不是沒有阿波文嗎? 一定是邱家老爺, 我約他來的 這次一定搞證他 跟青眼婆婆去談談話 是 邱家老爺, 進來吧 請教練, 謝謝… 阿倫… 你不是馬上去幫我嗎? 我聽淑言說你做話很靈 不斷你之後替我做一個和后 讓你外母和女兒不要再生我, 好嗎? 外父, 老老實實 你是不是真心想哄老婆和女兒? 你當然是真心的 我知道錯了 我這輩子只剩下老婆和女兒 她們是我自親的 我沒有理由拆掉你的家 解釐還說是靈人 你和外母的問題就源於第三者 只要你肯跟外面的女人斬籃 外母一定會原諒你 明珠又這麼疼你 你肯狼子回頭, 她怎麼會生你? 我認為只要斬籃也不敢 女人要哄的 如果你想請那個奶奶當沒事發生 那一刻你就把層樓轉個名字給她 替你有好日子過 斬籃肯定沒問題 就算層樓轉名我也餘下了 但是… 這麼窩心?還考慮什麼? 就是層樓轉名的律師費很貴 外父, 連罪一場佣勢, 律師費我出 我幫你找律師吧 但是你也有事要做的 幹什麼? 斬籃 新哥, 這個湯有巴激、道仲、擋心 牛大力煲的 除了補血、補血之外 還有補腰腎, 趁熱吧 蘇賢,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但是我真是無福適合你的好湯 我幫你 新哥, 為什麼你這麼說? 你是不是有不舒服? 你是不是看了醫生 醫生說你有絕症? 我身體沒事, 但是心不舒服 你心不舒服, 我就幫你搓一下 淑然,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還是我壞了 開始了這段不應該開始了緣分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你想和我分手嗎? 不是吧, 淑然 有時候沙拉基他擁有 是不需要天長地久的 不行, 我一定要天長地久 我已經幾十歲了, 陪不到你很久而已 沒所謂, 陪得多久就能多久了 淑然, 我知道你很愛我, 對我很好 但是我始終不可以陪你到中佬 你是不是要回上海婆 就算我不顧我老婆 也要顧我女兒的感受 你顧你女兒的感受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你驚訝自己的? 你真厲害 幹什麼? 你幹什麼? 這包炭, 我本來打算替你燒東西吃 現在我就在這裡燒炭死 等我死了之後 我的鬼魂一生一世地跟著你 你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你也要和我分手 我下去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思? 如果我死了 你起碼會一生一世地記住我 好, 我要立刻燒 你幹什麼? 你千萬不要做燒烤 謝謝…不…你不可以在這裡死 死了這層樓就下跌了 原來你這麼關心我在這裡死 是因為錢 你喜歡錢比喜歡我更多 你真厲害, 我就在這裡燒炭死 等這層樓變了空窄之後 你跳樓也不行 我要你自我屍地 所以…對不起… 你當我什麼都沒說過 我們不分手了 不分手了, 不分手了… 駱先生、駱太 墳署名契已經準備好了 只要兩位在上面簽名 策劃正式, 成為駱太名牌 駱先生 忘記帶老花眼鏡嘛 包老師, 你大猛了 我幫你帶了舊的褲來 謝謝 謝謝 不客氣 雲敏地, 不…不太舒服 當然了 大喇喇幾百萬轉給我 當然是不舒服的 陸先生, 你在駱駛名契那裡 簽個名就行了 好… 好… 怎麼了?是不是捨不得了? 有你就有日子 沒有你就有日子 更加不會有這個愛茶 我要和這間屋同葬 你是不是耍花了? 不是的… 一定是舊的老花眼鏡 不太適合, 阿爸, 簽這套 簽了一秒八秒就簽了 真正男子漢簽 阿爸, 你幹什麼? 我的手怎麼沒有感覺? 阿爸, 你什麼事? 你的手… 你的手沒有感覺? 是不是中風? 中風…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好啊 三爺, 忍不住了 假裝中風來騙我? 讓我把你刮到真正中風了 不要, 媽媽 不要…冷靜點… 她也沒心離開我的小三 你不簽名契, 等簽來分書 阿爸, 你好過分 你們先談談吧 不好意思 你怎麼搞的?外父 談好了嘛, 臨時贖沙 你真是謀事怎能讓我來逃亡 你們不知道這麼多了 我也不想搞出人命的 不是吧? 你不是像我爸爸一樣 彈一件出來嗎? 不是啊 是我贖而威脅我 如果我要跟他分手的話 就在家裡燒炭 把家裡燒炭 到時候有林家 我死也不行, 真是一屋兩屍 你在哪裡?別忘了不吃飯 知道了, 現在跟同事去吃飯了 那不妨礙你了 有空再召我吧, 再見 好, 再見 收帳收得這麼快, 肯定有古怪 吃飯吃女兒就好 讓我揭穿你的真面目 吃飯吃飯 為什麼他會跟那兒? 怎麼閃閃閃閃閃的 當然是了, 緊急關頭來了 這傢伙去了哪裡? 肯定是老闆猛桌子了 死人的標 你色羅也沒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